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海賊隱藏的最強劍客 就開始我分析 我們一般提到海軍最強劍客 一般來說都會想到騰虎 還有最神秘的無老星其中一人 其他沒有比較有排面的人物 只有一堆中將有拿劍的 但是我剛才提到的騰虎 我個人認為他是比較不依賴劍法 也就是比較依賴他的果實能力 基本上都配著刀使用 然後無老星那個也不知道真正的實力 除了這兩個,還有一些雜魚中將 還有一個人物時常被忽略 他的出場畫面少到可憐 我其實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是之後查了資料才知道的 那就是卡普副官柏加特 柏加特並沒有自己的故事 他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在克比故事的配角 而且只有斐葉的故事 動漫有改編 但我們今天以斐葉為主 蒙卡當時被海軍給抓了 抓他的人不是別人 這是海軍英雄卡普 而蒙卡趁亂攻擊卡普 然後挾持了他的兒子貝魯梅伯 跑到一艘船上面 然後柏加特要攻擊那艘小船 但是那艘船有貝魯梅伯 所以克比跳出來擋住砲彈 拿著雙槍的他看起來特別霸氣 但柏加特這時第一個人跳出來 把克比的雙槍砍成很多段 這個刀法在前100集可以說是頂尖的刀法 能做到的可能只有鷹眼 索隆可能都沒有辦法做得那麼俐落 再之後卡普要說貝魯梅伯克比當徒弟 仔細看柏加特在旁邊是有冒出人汗的 這裡可以解讀的是他曾經被指導過 所以他知道這中間的恐怖 在之後柏加特成了克比貝魯梅伯的劍術導師 但是在之後克比並沒有拿到 只有貝魯梅伯拿到 所以我覺得貝魯梅伯才是繼承柏加特的第一人 在之後柏加特就沒有什麼故事了 只有卡普拒絕升官的時候有看到他 還有卡普去找魯夫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這個人很有可能比中將還強 因為能站在卡普身邊並肩作戰的人有幾個 而且他的裝扮非常不像海賊王角色 有點像是魯邦三世裡面的角色 至於如果他之後有什麼劇情的話是什麼樣子呢 我自己覺得他會跟在卡普一直在身邊 如果卡普有戰鬥 那他將必有一戰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